带您关心今天是国庆廉价第一天 我们国道部分今天都涌现了 暴富性的出游车潮 也因此驾驶人如果要出游的话 记得先查好路况再来上路 而包括了像我们的游乐园 人也非常多 另外要带您看到的是在我们的南部地区 像是我们的东港码头 在今天一早又涌入了大批的游客 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准备搭船前往小琉球 而买票的人楼是迷好几公尺 看到这个景象 预估有望重现久违的单日万人登岛的盛况 由于现在直本五倍券已经开放领取了 不少人都随身携带着 看看能否在小琉球派上用场 优惠多多 而有很多人是选择到国境之南 也因此在屏东水底辽南下车道开始拥塞 警方也加紧人力派人到场来指挥交通 游客起个大灶带着大包小包 买票的队伍绵延好几公尺 东港码头涌入大批人潮后 船是挤满人 这些人都准备在廉价到小琉球 玩个痛快 这次假期预估有望重现单日万人登岛 走围的旅行也让游客各个脸上笑嘻嘻 除了行囊外不少人都会随身攜带 这一样 没错那就是直奔五倍券 大家趁着开放领取首日赶金 领一领 会强在第一天领取就是希望能在旅行中派上用场 看看能不能优惠再优惠 除了前往小琉球外 国境之难也是不少人的选择因此 水底辽南下车流量明显增加 有些路段已经走走停停塞住了 警方一早就在路口处指挥交通 国庆三天廉价 大家把握时间出游 除了防疫不能松懈外 尽可能错开时间 避免一路塞塞塞 兴致都被打坏了 华市新闻林婉宇 雪夫杰 周梦翰 屏东报道